大家好,我是谢涛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话说,鲁肃单刀附会 用一套强硬的逻辑 把关羽气得直吹胡子 但关羽也没办法呀 打吧,好像理由硬度不够 兵力也欠缺 不打吧,这口气对于他来说 实在难以下咽呢 正所谓弱国无外交 关羽之所以在单刀会上 表现十分窝囊 那是因为刘备确实不敢和东吴来应的 于是乎一派两散各自回家 磨刀祸祸,准备开党 这正是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啊 为了共同利益,我们成为盟友 为了各自利益,我们还可以成为敌人 所谓的翻脸,有时候比翻书还简单呢 对于这一点,刘备是这么想的 孙权也是这么想的 孙权看不到鲁肃在单刀会上的完美表现 他只是悔恨当初听了鲁肃的 而没有听周瑜捋饭的,放走了刘备 才导致刘大耳朵越做越强 最后导致了和刘玄德在单刀会上谈判的地步 他也悔啊 若是鲁肃不那么包庇刘备 关于这一介武夫 哪有什么资格和我江东谈判呢 行了,好了,不说了 准备开打吧 就在这历史性的时刻 曹操出现了 曹操下定决心 就在这一年年头的时候杀向汉中 而且在路上抵抗他的第一人 已经被老曹杀的 半夜听到曹公的名字都不敢哭了 刘备这个时候虽然很恼火 很想把孙权当成生鱼片给吃下去 但他毕竟是刘备 知道事情还是有轻急缓重之分呢 如果光顾着在这里和孙权闹别扭 大打出手 哼,那边乡 曹操拿下汉中之后会迅速向成都进攻 这样自己就会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啊 那是两面受敌啊 自己能受得住两面夹攻吗 当然受不住啊 所以现在在这里纠缠着 那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损失太大了 自己实力弱小 千万不可两面树敌啊 所以刘备原本打算进行军事报复的 但现在脑袋急转弯了 嗨,还是以和为贵吧 于是他赶紧派人向孙权要求和谈 只要肯谈 我这边让步一点点无所谓吗 而孙权那边呢 想来虽然占了便宜 也不愿意和刘备彻底闹僵的 从他的立场来说 现在虽然刘备很不乖 但至少没有对东吴形成致命的威胁嘛 如果一周给曹操拿到手了 那将来的天下就只有自己一个人面对曹贼了 如果曹贼拿下属地 控制长江上游 什么时候船队从上面放下来 自己的长江天险 就会成为隔壁老王的洗脚水 一点用都没有 换句话说 只有让刘备保住一周 自己才能保住江东 对孙刘两家来说 曹操始终是最大的威胁 现在这个局面 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曹操没死之前 这两家只有团结才是力量 如果分裂了 两家都会过得很难看的 基于这个原则 东吴方面也迅速派出了自己的特使 这个人就是之前初始一周 吃了个憋的诸葛锦 双方会谈在诸葛锦的主持下 顺利进行了 本着务实坦诚的态度 双方进行了友好深入的交谈 并且迅速取得了重要成果 双方一致决定 按照利益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把荆州地盘重新平分了 以香水为界 重新分割 香水以东的江夏郡 长沙郡 贵阳郡三个郡 划入东吴的版图 香水以西的灵灵郡 南郡 武林郡 归刘备 于是乎 一场原本足以改变历史的大战 就这么一转眼功夫就消失了 总之啊 从此以后 大家又是盟友关系了 从表面上来看 刘备以前四个郡的 现在缩水成三个郡 怎么看都像做了一单亏本的买卖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曹操已经在西北面虎视眈眈了 如果这里搞不好关系 如果两个对手达成了某种默契 对刘备来说 可能啥都会丢光的 所以 虽然刘连盟绝对不可破裂 就从这一点来讲 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这笔买卖是双赢 只是有那么一点 或许刘备暂时没想到 这种划分方式 使得他失去了香水以东的 沿江的土地 这样一来 刘备在荆州的地盘 就像是在东吴面前敞开了大门了 完全没有纵身可言 无法设防 现在你是盟友 没问题 但以后打起来了 这一条线划过来 很容易被突破的 不像是以前 地盘是虎牙交错的 这里失守了 那边还能帮忙迂回 现在这么一分 也就等于为后来 吕蒙击败关羽 和陆迅的一陵之战 打败刘备 提供了绝佳的地理优势了 这是后话了 放在以后慢慢为您讲 至少在这个时候 刘备是没心思考虑这个问题的 他必须急急忙忙地赶回益州 对付自己的老对手曹操 等他赶回去以后 曹操已经顺利拿下汉中了 一周门户一片洞开 形势对曹操极为有利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成都又连续几天的慌乱了 你就别说是一般的市民百姓了 就连刘备都慌了手脚啊 这个曹贼太狠辣 自己刚刚出差 就把自家的后院给拿下了 这还让人活吗 让我先喘口气好不好啊 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曹操当起了保守派 他不想得拢望数 是他的进取心退化了吗 也不完全是 分析一下 当时曹操的战略态势就明白了 这时的曹操面临是三条战线 东线合肥 中线荆州 西线汉中 听说刘备和孙权 为荆州的事闹翻了 如果他们打起来了 那就谢天谢地 曹操这边就可以坐收余力 趁机攻打一周 这种形式下 根本想都不用想 曹操不会犹豫半分钟的 可问题是 这两家很不合曹操的心意 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速度 达成了和解 这样一来 曹操所想象的最好的局面 也就是南方只剩下一个对手 这种局势已经消失了 重新回到了三线作战 任何一条战线不稳固 或是说军事行动 不能迅速解决问题 必将对其他两条战线 产生消极的影响 那别的不说 就说一周 地盘这么广阔 短时间之内一口吃掉 似乎不可能 如果被刘备拖入了战争的泥潭 陷进去了 那么关羽和孙权 就可能在中线和东线一起动手 事实上也是如此 因为不久之后 孙权就带兵十万 大举进攻合肥 饭是要一口一口地吃的 仗必须一个一个地去打的 曹操再牛再生猛 也不敢全面开战 一旦失败 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泡烫的 因为这么做 是一场赌博 是一场空前的豪赌 所有赌徒的下场都是相似的 那就是输的金光 连裤衩都剩不下 对于这一点 曹操很明白 赤壁之战以后 他已经变得十分的谨慎 他不想再冒险了 实际上 三族鼎立的形势 已经形成了 段期之内 没人能改变 公元215年 也就是建安20年 这一年7月 曹操收了汉中 随即转身撤军 踏上了漫漫归途 就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 孙权开始动手了 曹操去打汉中 路途漫漫 合肥这边必定空虚 孙权大喜过望 亲率十万大军 围攻合肥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 这几年 孙权虽然非常活跃 时不时在边界上 搞点小动作 麻烦一下自己的邻居 给他们吃吃苍蝇 制造一些流血冲突 但是 部队通常数量不大 而这一次 他亲率十万大军 至少在人数上 是有史以来最多的 当年打赤壁的时候 才出动了三万 可见 孙权是信心满满的 力图把力量带足 一举拿下合肥 只要拿下合肥 以后天天被人监视的感觉 就会消失了 而且可以以合肥作为基地 向北进发 这样一来 天下三分的鼎立之势 就会被松动 曹操将会丢掉东线的优势 对于曹操来说 他也明白 只要自己不骄傲 不出昏招 孙权和刘备 是没多大机会的 只不过 这个时候啊 是必须要拿下汉中的时候 下定这个决心 曹操最担心的 不是能不能拿下张鲁 而是孙权在东边 乖不乖 曹操比谁都知道 在这个乱世里 能够存活到今天的 都是爱搞事 能抓时机的牛人 那些不问世事 淡定的在那喝酒泡妞的老大 早就被淘汰出局了 如果自己争张鲁 这孙权不跳出来搞几下 闹几条新闻出来 这孙权还能叫孙权吗 所以曹操离开的时候 已经让张辽 岳晋 李典 几元大将守在合肥 这几个家伙 都是当世名将 都是重量级的人物 把他们几个凑在一起 对付孙权 可见曹操的防备程度 是相当高的 不过 虽然这三个人 是重量级的选手 但是手下的兵 却是羽量级的 只有区区的七千人 面对的可是孙权的十万人呢 要说这十万人也不都是菜鸟吧 能打的人相当多的 而且作战经验丰富 都有过以少胜多的战绩 也都有过拼死拼活的经历 像是吕蒙啊 甘宁啊 这样的猛人 不但自己打得生猛 而且战场上 很少犯错误 按照常理 就是双方力量 处在同一个档次 要想打赢 难度也是相当高的 可是 战场上是没常理可言的 从来没有一个人 敢在开打之前 就拍胸脯预测 这一场战争的每一个细节 曹操出征汉中之前 给合肥的护军 薛涕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 其实就是一个锦囊了 信封上写得很明确了 贼一致乃发 意思是说 如果东吴势力来进攻了 你再打开看 现在孙权亲自来了 大家伙都不知该怎么办了 是时候把这锦囊打开了 薛涕就对大家说了 那什么啊 我们来碰个头 把这个曹成相的信 打开来大家伙看看 几个人一听 都莫名佩服啊 老大就是老大呀 想的就是远啊 这个锦囊里边 肯定有一个详细的作战方案 来指导我们去战斗 或者说 已经在某个地方 埋伏了一只骑兵 要他们把孙权大军 引到埋伏圈里 然后扶兵骑出 把孙权的锐气 一口吃掉 好了 当薛涕颤透着双手 把这封信打开的时候 当时眼睛就直了 哎呀妈呀 上面只有一行字啊 这行字写着 若孙权智者 张李将军出战 岳将军守 护军勿得与战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孙权真的带兵来了 那么张辽李典 两个人出战 越近守城 而护军缺涕 做好你的监督工作 不得参战 哼 这算是什么妙计呀 这只是人员分工而已嘛 对于领导的指示 大家伙的反应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 先翻白眼 然后再大眼瞪小眼 心里都在暗暗地说 哎呀呀 这算什么锦囊嘛 丞相的脑袋瓜 是不是老化了啊 这句话 写了等于没写嘛 于是乎 个个疑惑不解地呆呆站着 反反复复地看这句话 希望是自己看错了 可是 这信里面确实就是这行字啊 很快有人就在想了 曹丞相不可能这么写的 他肯定还有更为详细的作战计划 只是因为出征汉中比较忙 没把方案写完 或者是一时疏忽了 要不这么低 我们给他发个鸡毛信 再向老板请示一下呀 这个时候 只有张辽的反应最快 他反对这种请示 他说 现在再讨论 丞相的主意 到底合适不合适 已经没有帮助了 再派人去请示丞相 那是菜鸟才这么做的 现在东吴大军 已在城下喊打喊杀了 我们却猫在这儿 不知如何应付 丞相的意思 是说他远在汉中 一时无法救援 要求我们在敌军 为站稳脚跟之前 冲出城去 主动出击 狠狠地揍他们一把 将他们的锐气给打掉 这样就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回头再锯城防守 这样一来 事情就比较容易了 孙权小儿被咱们猛打一把 肯定就不敢玩命攻城了 张辽在这边说得滔滔不绝 可是其他人 却依然在弱弱地发呆 对张辽的话 既不拍砖 也不跟贴 好像张辽刚才说的话 跟自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想来也是啊 你张辽嘴皮子一碰 好像是很简单 但敌人可有十万人啊 出城迎敌 有那么容易吗 这是一个危险大大的活啊 搞不好我们冲出去的人 脑袋统统都得落地啊 一下子 现场气氛就僵住了 到底张辽是守城呢 还是主动出击呢 下一次接着为您说